假设 大概类似这样的 不过我希望背景的颜色 变更一下 上面是蓝色的 下面也是蓝色 中间我希望是黄色的 如果你 我们刚做的这样的效果 如果要变更特别重要 如果是上面要变成 黄色的话请记住一定要先选取什么 选取这个head 也就是说选取 头的部分 你去做一个什么呢 他的布景主题 Data Simming 我来改一下 上面是蓝色的就B 那页尾的部分 假如说也要是B的话 记得选一个页尾 也是Footer 一定要选到Footer 然后Data Simming部分也是 给他一个B OK 然后呢 内容的部分我如果今天希望是颜色 我今天希望 给他一个是 内容部分特别要选下面这个框框 会找到content 假如是要是黄色的话那就选1 不过特别注意 选完之后 因为我们刚刚这个 Netbar 他是放在 放在那个夜守的地方 所以我们做出来类似各位可以看到 他也会变成什么 蓝色的 为什么 因为我刚刚放的是古文之美 标题的 这里面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 刚刚Netbar 搬家 搬到内容里面的话 其实非常简单 特别注意 刚刚我们在加内bar之前 有先加个DIV 所以请你把什么呢 把这个DIV 务必要选到 有时候不好选 各位可以看到 点一下这个DIV 接下来怎么样 把它剪下 Ctrl X 把它剪下 剪下之后的话 再到内容的地方 请你把它贴上 也就是说 我们前面第1个范例是把 内bar放在上面 第2个是放下面 这个范例的话 请各位把它放在中间 就是context content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子的话做出来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 上面是蓝色的 中间是黄色的 底下呢 就会是蓝色的 OK 所以特别注意 实际上一个page 他就切成三部分 头 页手 内容 页尾 特别注意你不要放错位置 放错位置 看到的结果就是不对的 所以这地方要特别的注意 做完之后的话 接下来 这个地方呢 我们再来 页尾的部分加上什么 加上一个 比如说版权所有 就是这个 这个按钮 就是这个button的 在image里面的这个图 叫button 把它放到页尾 这个页尾两个字把它删掉 好 删掉之后呢 把这个button这张图呢 拖拉过来 放开 按确定